这新鲜青草能不能加工饲料颗粒 家务店的1600颗粒机加工效果怎么样 你好朋友,我是张一 用过饲料颗粒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原料含水量大了 那做出来的饲料颗粒效果是真不行 那还有一些养荣物呢,令皮吸静 把新鲜的青草荣丝打浆以后呢 混合上玉米和麦夫 直接降低我们原料的含水量 那这样做出来的就是绿色饲料颗粒 用来养牛羊鸡鸭 额中食物性呢是非常的好 那今天呢我们测试的就是一台 家务店的杜罗1600颗粒机 这台设备呢是发往湖北狂钢 用的也是220伏的电动机 机器内部呢是三个加宽加厚的压量滚轴 为了避免咱养殖库到家这设备不好用或者不能用 齿轮油啊我们在厂区是给养殖库加满的 然后把地址写在机器上面 能不能按照养殖库的要求 用这些原料啊再测试一下加工效果 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再安排发布 大量的青草料 一些玉米粒 再加上一些玉米面和麦夫 简单搅拌 看一下 这个原料的含水量已经降的没有那么高了 那做出来的饲料颗粒表面您看一下 没有那种毛毛躁躁的情况 而且用手抓起来 没有说很快松散的这种情况 而且长时间加工啊 这个颗粒温度啊应该是非常高的 温度枪 66度左右 做好的颗粒啊 咱们摊在水泥上面呢 稍微晾晒 三到五分钟 等它完全变凉以后啊 咱们直接装包 然后养羊养牛啊 养猪养只鸡鸭了 它就完全没问题了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家用店的 墮罗160颗粒机 做好的啊 青丝料颗粒 您觉得这个加工效果怎么样 朋友 对哦 不 不 我 可以 你可以 这 Ly